一部电视去莫斯科行动 让很多人想起了曾经的往事 上世纪90年代初 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 由于激进的自由化进程 导致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 市场商品匮乏 而此时已经历经改革开放 十余年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商品种类和数量日益丰富 尤其是服装鞋帽 钟表 假用电器 文具等轻工业产品 因价格便宜 款式新颖 成为俄罗斯人眼中的强售货 这样的国际背景 就滋生了一大批 中国到莫斯科的国际导演 当时还没有发货渠道 只能通过火车自己带货过去 走一趟货 打火机可以带几十万个 三四十件一包的皮夹克 可以带上一二百包 那时去莫斯科的国际导演 生意火爆的很 只要是从国内带去的东西 基本上全能出手 而且利润极高 比如说从白沟批发的皮夹克 一件进价也就一百多元 可是在俄罗斯就能卖到三千卢布 折合人民币六七百元 于是原来列车员比乘客还要多的神秘列车 变成了流动的货摊 火车一进俄罗斯境内 只要一停车 导演们就在窗口卖货 经常是车还没有到莫斯科 货就已经卖完了 一般这些跨国贩运的导演们 平均一个月要跑一个往返 生意紧俏 一个月就要跑两趟 他们带着货从北京坐火车到莫斯科 再从莫斯科乘飞机飞回北京 一边备货 一边套购黑市车票 马不停蹄 穿梭往来 最初车上并没有行李限重 包厢里乃至过道上都堆满了货物 这些国际导演没有地方休息 就依靠着货物站着睡觉 在莫斯科做生意 都要用卢布来交易 回国的时候 导演们用一部分现金 来购买俄罗斯的贵重首饰 香烟药材等等 回国继续倒卖 大部分则兑换成美元 藏在货物里 皮鞋底子里 皮带夹层里带回国内 当时俄罗斯外汇管制比较严 个人无法将美元汇回国内 火车也就成了将美元 带回国内的唯一渠道 当时在国际导演中 经常有人说 去一趟俄罗斯 回来买一辆大奔驰 甚至还有罐头换飞机的说法 而这些国际岛爷所乘坐的列车 就是K3国际列车 K3国际列车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开行的第一趟涉外列车 1960年开始运行 这辆列车从北京出发 前往国门二连号特战 然后进入外蒙古境内 再进乌兰巴托 最后到达目的地莫斯科 整趟列车全程 7826公里 运行130小时41分 是中国运行线路最长的一列车 有中华第一车之称 但是这一趟列车 有个极大的漏洞 按照规定 中国乘警 在二连号特列车 出境的时候 就要下车了 俄罗斯的列车上没有警察 一旦出了事 需要图经地的警察 上车来处理 这就给不法之徒 留下了作案的空间 而且按照俄罗斯的法律 嫌疑人只能扣留四个小时 如果没有受到被害人的指认 就必须要放人 中国商人被抢之后 当面对质的时候 因为害怕报复 经常不敢指认 久而久之 俄罗斯警察 就不太愿意管中国人的事 于是犯罪分子 就以为中国警察管不着 俄罗斯警察不想管 抢劫起来毫无顾忌 无法无天 K3列车早在1993年5月26日 特大抢劫强奸案发生之前 就已经透明远博 1993年以来 在K3国际列车上和俄罗斯境内 发生了多起中国人 抢劫中国人的案件 1993年3月的中上旬 南京市某工厂 一位女工会干部出访莫斯科 在六天六夜的旅途中 这位江南女子 先后被实名劫匪 轮奸了三次 而无人相助 被称为310特大轮奸案 4月26日 南方某单位 一位停薪留职的女员工 刚踏上莫斯科车站 便被一伙中国劫匪 给劫持轮奸了 被称为426特大抢劫强奸案 犯罪分子横行霸道 气焰嚣张 许多往返于北京 和莫斯科之间的中国旅客 用铁链将包间的门锁起来 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六天六夜不敢开门 不断发生的案件 在当时已经引起了 中俄各界的关注 俄罗斯劳动报 曾经刊登文章 介绍中国罪犯团伙 在俄罗斯的活动情况 对于中国犯罪团伙 俄方采取的措施是 一和首都执法机关 根据莫斯科市政府的决定 采取了代号为制度的大规模行动 搜查集体宿舍和旅馆 对违反俄罗斯法律 以及居住和过境条例者 予以拘留并且追究其责任 二及时通报中国大使馆 并与中国公安部联系 以其双方通过合作 来对付犯罪活动 三严格实施 俄罗斯联邦国家边界法 但犯罪团伙们觉得 发生在境外的犯罪 中国警察是根本管不着的 当地警察也不想管 于是就越来越无法无天 最开始导爷并不是抢劫的目标 因为他们首先盯上的是 准备偷渡出国的浙江人和舌头 偷渡的人身上都带着大量的现金 而且被抢劫之后 也大多比较怕事 也不敢报警来指认劫匪 而北京导爷很多都认识 劫匪会留一些情面 但是渐渐的 光是抢劫偷渡客所获得的赃款 已经无法满足 劫匪的欲望 这些人干上抢劫这个行当之后 就尝到了甜头 哪管你认不认识 只要有钱抢就行 然而 即便这辆列车上如此风险重重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 还是有不少人来搭乘列车 前往莫斯科 直到1999年5月那次抢劫 震惊了众外 1993年的5月26日 中俄国际列车驶出二连号特国门 驶向茫茫的黑夜之中 不久 列车中部的几间包厢内 突然冲出了一伙劫匪 这些早已经暗中 物色好抢劫目标的家伙 撕下了伪装 明火之上公开作案 一个续着大胡子 名叫小军的劫匪 大声的招呼同伙 快 该戴上面罩了 咱们 他妈谁也不认识 啊 话音刚落 六名凶神恶煞般的劫匪 分成两拨 手持瓦斯枪 匕首等凶器 在列车上开始抢劫 劫匪们闯进包厢 向旅客索要护照 钱财 并将不肯交出财物的旅客 捆绑起来独打搜身 从扎门乌德 一直抢劫到乌兰巴托 历时十多个小时 劫匪们抢得大量的现金 还有贵重物品 一位浙江妇女先后两次 被劫匪相见 她藏在糖果中的现金 手势和护照都被抢走 27日中午 列车到达乌兰巴托 这伙劫匪下了车 傍晚车到了伊兰站 惊恐不安的旅客们 刚刚缓过神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 等待他们的是 第二次厄运 当天晚上的23点30分 列车行驶到了伊兰斯卡亚站 在这里 列车将停靠20分钟 而就在这20分钟内 绰号朱三二姐的朱星金 和赵金华代人冲上了列车 他们兵分两路 朱星金带着一个马仔 闯进两名女性乘客的包厢 而赵金华则带领手下 去了隔壁一个三男一女的包厢 瓦斯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种杀伤力强大的玩具枪 有效射程50米 它原本的子弹 是塑胶质地的BB弹 属于非致命枪弹 但是在朱星金的手里 子弹变成了钢猪弹 杀伤力足以取人性命 除了瓦斯手枪 朱星金和他的手下 还带来了高压井棍进了包厢 威逼两个女性乘客 但是二人表示 他们的钱让钱一波劫匪给劫光了 不过经验老道的朱星金 并没有就此离开 他和手下分别用瓦斯枪和高压井棍 暴打了这两个女性乘客一顿 然后命令他们脱光衣服 在朱星金的暴力之下 两名女乘客只能就范 结果朱星金和他手下 在两名女旅客的内衣之中 发现了急救用的200美金 这是他们身上最后的一点钱 朱星金和赵金华 除了一起合伙抢劫还有同居关系 赵金华还有第一压寨夫人的称号 相比朱星金 赵金华这个女人手段更凶狠 他和手下带着手枪和砍刀 进入了有三男一女的包厢 强迫他们下跪 然后对几个人进行了威逼 不过这个包厢内的四个乘客 确实已经被钱一批劫匪给洗劫一空 无论他们怎么全酒相加 这愣是没在四个人身上挤出半点油水 出门以后 赵金华气急败坏的骂朱星金 还他妈不上 钱都让人给抢走了 朱星金的眼中顿时放出了凶光 于是在这个包厢内 四名乘客中的那位女性旅客 遭到了朱星金的粗暴侮辱 这个女人竟然狠毒到让自己的男人去侮辱别的女性 当时一名浙江籍的没有什么旅行经验的旅客 竟然走出来上厕所 朱星金见到此人顿时双眼放光 冲上去对着这名旅客就是一顿抱他 之后在朱星金的淫威之下 旅客说出了自己所在包厢 朱星金逼着这个旅客到自己的包厢 用浙江方言叫开包厢的门 朱马等匪徒冲进包厢 让四位浙江人都跪在地上 反靠双手一顿毒打 接着把他们藏在袜子里的美金全部抢走 因为朱星金和赵金华从27日晚上冲上列车的时候 先前的一伙歹徒已经洗劫了这趟列车 所以他们一路抢下来收获并不大 对这个情况赵金华非常不满意 所以他决定这么一路的抢下去 于是从27日晚上开始 他们一直在车厢内抢劫到了31日 此时列车到达了俄国境内 朱星金赵金华一伙匪徒还是没有离开 预谋要干一场大的的牛顿等匪徒 又上了车了 不过此时的K3列车上早已经被截得干干净净 牛顿一伙人已经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 其实K3列车上的这些劫匪不仅互相认识 而且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道上规矩 赵金华在当时的四大团伙中地位非常高 他在国内曾经插过队 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吸翡翠盘香烟的习惯 这种香烟在当时属于低档香烟 吸的人并不多 而这个赵金华虽然说后来当了女匪头 但是吸翡翠烟的这个习惯并没有改变 而且这个烟成了赵金华一个特殊的身份标识 在上车之前 他要是遇到一个颇有一些好感的乘客 谈得来他就递给对方一包翡翠香烟 只要对方将翡翠香烟放在包厢的桌子上 其他劫匪即使闯进来也会乖乖的退出去 1993年的5月31日 当K3列车驶入俄国境内 以牛顿为首的团伙冲上列车 他们并没有和赵金华一伙起什么冲突 当时朱星金赵金华这伙劫匪在车头往车尾洗劫 而牛顿上车以后发现朱星金的团伙还在 他们就选择了从车尾往车头洗劫 当天下午朱星金王骑等三名匪徒手持刀枪 闯入了福建旅客陈某等四个人的包厢内 索要护照搜刮钱财 已经被洗劫过两次的陈某等人不甘心任人宰割 奋起反抗 躲在上铺的小伙子用早已经准备好的啤酒瓶 把朱星金砸得头破血流 三名匪徒被赶出了包厢 而且赵金华见状 鬼哭狼豪般的叫来了牛顿等十几名匪徒 堵住了福建人所在的包厢 他们用刀撬 用铁棒砸门 娇嚣要把里面的人全都杀死 快到沙利亚站的时候 列车渐渐的放慢了速度 包厢的门也快被劫匪给撬开了 陈某人知道门一旦被撬开 自己性命难保 走投无路之下 他们砸碎了车窗 趁列车减速的时候冒险跳车 当匪徒们撬开车门 发现人已跳车 胆大抱天的赵金华 竟然拉下了列车的紧急制动法 赵金华带着一伙劫匪跳下了火车 沿着铁轨朝列车行驶过来的方向追了过去 经过十几分钟的搜索 终于在一片白化林中 发现了四名乘客的踪迹 于是光天化日之下 凶狠的歹徒一拥而上 对其中一个旅客的腹部连刺树刀 鲜血躺了一地 另外三名旅客则被歹徒用乱棍打倒在地 匪徒离开以后 当地居民将四名浑身嗜血的伤者送往了医院 此时中俄列车上的惨案已经到达了顶点 从5月26日至31日 在六天六夜的行程里 这趟财富列车先后被三伙匪徒洗劫 变成了厄运列车 二十多名中国旅客惨遭抢劫 三名妇女被强奸轮剑 多人被打伤刺伤 这股中俄国际列车的恶潮 已经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但是为何没有警察来管呢 当时没有手机这样的通讯工具 直到列车停靠莫斯科以后 才有受害旅客向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报案 列车到达部一站 接到报警的当地警察登上了列车 匪徒们自觉势头不妙 纷纷的留下了车 坐出租车返回了莫斯科 次日朱星金 马继强 赵金华等劫匪 被俄罗斯警方抓获 而中国大使馆在得到这一个消息以后 第一时间以特级密函的形式 将情况报告给了中央 当时的中央领导做出了重要批示 此事令人发指 建议派得力干部去俄 尽造破案予以严惩 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1993年6月4日 经过领导亲自批示的特级密函 迅速送达了公安部 时任公安部部长陶四居 立即主持召开紧急部长办公会议 成立专案组迅速开展工作 当天下午 刚刚参加完公安部紧急会议的 铁道公安局副局长张启增 火速的向北京市铁路公安局和北京市铁路公安处 两级领导传达了公安部会议的精神 指令布置12名民警赶赴二连浩特口案 登城返回的四次国际列车来搜集犯罪线 下午时任铁道部部长的韩祝斌副部长国林 听取了张启增的汇报 当天晚上由公安部刑侦局铁道部公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组成的中俄国际列车大结案专案组正式成立 6月7日 铁道部副部长国林主持召开了关于整顿北京到莫斯科国际列车秩序的会议 当天下午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崔凤明副局长董继胜在北京站召开了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 北京铁路公安局局长山玉归则称北京铁路公安局第一副局长江湛林和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程雅丽张庆和立即组织震破 1993年6月9日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次国际列车上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这一批客人共9人都是中年男子身材魁梧脸上神情肃穆 程雅丽 原北京市铁路公安局局长 时任北京铁路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 已经在铁路公安局工作多年对打击车匪路霸有着丰富的经验 而他正是6月9日K3列车上9位神秘乘客的领队人 原来这9名神秘的乘客都是公安干警 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暗中保护K3列车上乘客的安全 二前往莫斯科捉拿中俄列车大捷案中那些丧心病狂的劫匪 江湛林时任北京铁道公安局副局长 21岁参加工作 此前带领干警抓获杀人 抢劫贩毒盗窃等各类型犯罪嫌疑人2300多名 亲手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多达238名 1998年 他还在左肩负伤的情况下彻底端掉了东北虎犯罪团伙 一时间江湛林的声明在车匪路坝中广为流传 而这次的中俄列车大捷案的实际指挥者也就是他 在接到这次任务的前几天 江湛林刚刚抓获了一个绰号老葛 真名叫做吴宝顺的人 他在北京站前开出租车 这个司机正是三个月前在中俄列车上参与抢劫 轮奸案件的劫匪之一 自然吴宝顺成为了案件侦破的突破口 因此中俄列车上很多歹徒的情况顺利的被警方获得 追捕组成员快速出击 抓捕了一批在国内隐匿的犯罪团伙成员 顺利的侦破了发生在中俄国际列车上的抢劫案件71起 根据掌握的大量线索证实 在俄国境内的中国籍犯罪团伙成员中 多为北京市东城和西城的无业人员 两大犯罪团伙的头子分别叫做朱三即朱行金和老臭即苗炳林 此时俄罗斯警方也抓获了朱行金马济强赵金华等劫匪 6月8日的晚上公安部立即决定 对中俄列车大捷案的罪犯进行跨国引动 会议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人马从官方渠道协助莫斯科警方对犯人进行审问 这一队由副局长江湛林亲自带队 另一路就是暗中抵达俄罗斯的秘密行动小组由程雅丽负责 因为是境外秘密抓捕 所以增加了行动的难度 抓捕组成员们事先已经商量好 一旦在抓捕的行动中 被俄罗斯警察误以为是打架抓住 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就是 他们欠了钱 行动小组是负责讨账的 而且行动小组出国不能带枪 手铐能警线 面对持枪的亡命之徒 程雅丽和同事们只有赶绵杖和弹簧锁作为方身武器 这都是仔细考虑过的 民警们对外的身份是导爷 拿赶绵杖 可以说我们北方人出国了也要吃饺子 而弹簧锁则是用来锁获的 壮士出征 越显悲壮 程雅丽曾经回忆到 当时我们铁路公安局的领导 在公安处食堂给我们举行了一个壮行会 当时的老领导 单书记对我说 亚丽 这次八个人交给你带出去 一定要把他们安安全全的给我带回来 不能少一个 我把一碗酒举起来说 如果有一个回不来 那就是我 当时我也是比较年轻 喝完把碗一摔 对他们说道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领导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其实我感觉压力非常大 因为国际列车上到底什么情况 根本不清楚 再一个 不允许我们带武器 也不允许我们公开身份 就是必须以旅客的身份付额 6月9日清晨 秘密抓捕小组 登上了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一个任务是保证这趟车的安全 一个任务是沿途搜集情报 按说发生了这么大的情况 也该消停了 可是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暴徒来说 眼里只有钱 当时抢劫团伙主犯之一的牛顿的情妇 珍珍等几个人当时就在车上准备抢劫 得知信息以后 秘密抓捕小组不便出面 就让列车员放出风 说是车上有到华沙开会的领导 让他们都老实一点 然后程雅力就安排人到珍珍的包厢里 跟他们聊天 实际是进一步摸情况 6月10日下午3点多 一架客机从首都机场飞向莫斯科 机舱里坐着赴俄罗斯工作组的 6名中国警官 他们是时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的胡安福 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张启增 北京市铁路公安局副局长江湛林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王电动 公安部刑侦局副处长孙维夫 和公安部外事局翻译舒辞立 第六位警官都担负着特殊的使命 经过8个小时的飞行 工作组抵达莫斯科 副俄警官们顾不上休息 先后和俄罗斯警方进行了多次会谈 俄警方介绍 已经抓获的526抢劫大案的犯罪嫌疑人 在询问的时候故意利用语言上的差异 不是装傻充愣就是一问三不知 询问陷入了僵局 江湛林则试着问 那我们能否参加审讯呢 俄国警方商量以后终于点头同意了 在江湛林的询问之下 抢劫团伙的骨干成员 戳号码头的马迹墙被拿下 他交代了他参与国际列车抢劫案中的部分罪行 审讯持续了有将近5个小时 笔录做了满满的12页 傍晚 俄警方见中国警方轻而易举的拿下了犯罪嫌疑人 两位处长把三位中国警官请到了小会议室聚餐 一盘苹果 一盘西红柿 一盘黄油面包 一瓶福特加 举备庆祝中国警官的成功 审完马迹墙 接下来的就是赵金华这个狠角色 赵金华不仅有正规的护照 而且有俄国某大学为其颁发的留学生证书 同一个审讯室 不过江湛林面对赵金华的时候改变了策略 在审问之前 江湛林先让人为赵金华准备了面包和水 结果还没等专案组人员说话 赵金华便抓起面包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原来当时俄国的生活物资匮乏 所以嫌疑饭的伙食非常不好 已经做惯了大姐大的赵金华 哪受得了这个 在审讯之前 他的心理防线就已经崩溃了 江湛林在察觉到这一点之后 果断的采用了软手段来对付这个凶悍的大姐大 果然赵金华吃完面包以后 一五一十的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原来这个所谓的留俄大学生赵金华是北京西单百花市场摆服装摊的 一年前他偶然间听说国际岛也特别赚钱 于是以自费留学名义申办护照来到了俄罗斯 1993年苏联刚刚解体不久 俄罗斯社会状况处于相对混乱的时期 所以只要花上一点钱就可以搞到一些大学的邀请函 这也是无数国际岛爷通用的手段 因此就有了很多劫匪怀揣着留学生护照的怪现象 迅速的积累了财富以后 少部分先富起来的国际岛爷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他们光顾着莫斯科的土厂 很快将继续挥霍一空 由于不愿意辛辛苦苦再次创业重新开始 很多人便打起了在列车上偷东西的歪主意 一开始他们只是小偷小摸 但是这个行当难以维持他们的高消费 于是抢劫便应运而生 随着疯狂抢劫的屡屡得手 毫无抵抗能力的妇女成了他们的又一犯罪目标 赵金华一开始就怀着出人头地的野心 迅速的加入了劫匪团伙 一开始他只是一个端茶倒水的角色 直到后来成为了匪首朱星金的聘负 地位才急剧上升 不过他的匪头地位的确立 则是另一件事情造成的 当时中俄列车上最大的团伙头子 苗炳林被俄国警方给抓获 而想办法筹钱熟人的正是二姐赵金华 并且他自己最先掏出了三千美金 在他的带动之下 劫匪们很快就筹集到了一万美金 并且顺利的将苗炳林保释出来 经过这件事情 赵金华声望大震 至此一个女劫匪的头目就诞生了 案子审到这里 K3列车上几个犯罪团伙的人员情况 基本上被专案组给摸清了 其中以苗炳林 牛顿 朱星金 赵金华为首的四大抢劫团伙 势力最强 7月21日 中俄国际列车大结案专案组 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对方称通缉犯牛顿 白慧君等人密谋准备 在近日在莫斯科大干一场 大抢起次 然后立即离开莫斯科外逃 抢劫团伙部分成员 正在筹划办理出境的签证 但是没钱走不了 所以要在临走之前捞一票 牛顿等人 经常在莫斯科的中国人 比较集中的旅馆 赌场等出露面 而有一些在莫斯科京商的中国商贩 已经开始找地方藏钱藏货 以免被抢 甚至一度和那些匪徒关系 比较好的 有些有势力的人物 也采取了防范措施 怕那些劫匪狗急跳墙 六勤不认 7月24日凌晨 那个神秘人物再次给专案组 那个神秘人物再次给专案组打来电话 称苗炳林 牛顿 白慧君 陶树红等人 已经办好了去突尼斯的签证 准备大抢几次以后 马上逃往突尼斯 7月22日 苗炳林等人持刀持枪 闯入了中国商贩崔某夫妇在莫斯科的家中 勒索了一千美金 崔的妻子乘飞机回国报案 苗炳林下一步准备要抢的 还有方某刘某和余某等人 江战林意识到情况非常紧急 他立即向上级报告 建议应在积极促请外交部尽快向俄方发出引渡召会的同时 先派遣人员 携已有的材料附俄 来协助俄国警方 吉普苗炳林 牛顿等要犯 接着江战林通过在莫斯科的程亚利 要求他率领秘密抓捕小组在莫斯科展开行动 一是在中俄国际列车上秘密侦查 二是在莫斯科市内的中国人聚基地秘密侦查 为了尽快的破案 只能采取秘密抓捕的方式 按俄罗斯的法律 抓获犯罪嫌疑人要有受害者的指证 否则积压时间不能超过四个小时 国外情况比较复杂 多数受害者是不敢出面与犯罪嫌疑人当面对峙的 再者被俄罗斯警方抓获的涉嫌抢劫 强奸的犯罪嫌疑人 如果引渡回中国 需要中国公安部 俄罗斯内务部和国际刑警组织三方协商 可先前那些案件的受害者大多流散 因此许多嫌疑人可能没有受害者的指认 等不到引渡 俄罗斯警方就得放人 那几天在国际列车上认识了程雅丽的 叫做珍珍的女人 经常打电话给程雅丽诉苦 她说她想要离开牛顿 因为牛顿对她不好 喝酒之后总是打她 于是程雅丽便约她到大使馆来坐一坐 珍珍见到程雅丽 闲时哭诉了一番她所受到的虐待 并且透露了牛顿团伙的一些活动情况 最近牛顿让她去勾引一个叫做老鱼的商人 然后寻找抢劫的机会 程雅丽考虑到行动小组刚到莫斯科 对情况还不是很熟 贸然的抓捕牛顿有风险 所以程雅丽一方面把老鱼请到了使馆 让他故意的与珍珍周旋 一方面跟莫斯科当地比较有势力的人物进行打交道 这个人就是中国人李某 李某有中国血统 祖上就在莫斯科做生意 在当地是比较有人脉的 不过当李某收到程雅丽的邀请的时候 却连连摇头 原来他是不想在公开场合和警方接触 怕被道上的人说成是现人卧底 明白了对方的用意之后 程雅丽马上换了个地方 选在了莫斯科郊外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里 饭店虽小 但是里面吃的东西档次还不提 黑鱼紫酱红鱼紫酱 这可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食物之一了 这一桌东西可是价值不菲 在当时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俄国 花掉了程雅丽整整12万卢布 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 1993年花3000元吃一顿饭 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当然这顿饭也没有白花 吃了这顿饭 李某不仅弄到了牛顿的落脚点 而且顺利的把消息放给了俄国警方 于是秘密抓捕小组就制定了计划 从珍珍那里套出了牛顿团伙 准备作案的时间和地点 再通过李某把有人打算抢劫的消息 透露给莫斯科警方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当牛顿正在抢劫商人老鱼的时候 莫斯科第72民警分局的民警 核枪实弹的冲了进去 将这伙劫匪给抓了一个现行 牛顿的成功抓捕 让程雅丽一行人暂时松了一口气 到了八月底 多数抢劫团伙成员已经被警方抓获 但其中一个团伙头目 苗炳林仍然逍遥法外 绰号老臭的苗炳林 是公安部的一号通缉犯 程雅丽率领秘密抓捕小组 几次来往于北京 莫斯科两地 搜寻苗炳林等人的线索 抓捕苗炳林 是程雅丽率领的秘密抓捕小组 最惊险的一次任务 当时一个叫做老江的县人 来到程雅丽居住的中国大使馆 敲响了他的房门 老江告诉程雅丽 苗炳林于前天晚上来到他家里借住 并且老江还得知 苗炳林已经准备跑路到其他国家 所以这次一旦让苗炳林逃脱 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就又要飞了 得到这个情报 程雅丽丝毫不敢怠慢 他立即部署行动 设计了一个抓捕苗炳林的方案 因为信息准确 苗炳林被顺利的抓捕归案 至此 牛顿 苗炳林这两个犯罪头目都已经抓获 可是这个时候 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出现 那就是如何引渡的问题 因为行动小组是秘密抓捕 在俄国属于非法拘禁 也就是说 程雅丽一星人的行动 是不受俄国警方保护与支持的 所以 将这三人带回国内就成了大问题 对于抓捕组的民警来说 出国抓捕这些公安部通缉的要犯 还是第一次 由于担心引起外交事件 程雅丽不敢把抓到的人带回使馆 他们提前在莫斯科郊外租了一套房子 把这三个人暂时关押在这里 经过政策攻心 苗炳林等三个人分别写了自首书 表示愿意回国 接受法律的审判 当时程雅丽向上级报告了此事 希望以秘密引渡的方式带回 但是公安部外交部 铁道部的一些领导都有不同意见 他们觉得风险太大 还是建议交给俄国警方处理 但是按照俄国当时的法律 几名罪犯是极有可能被俄国警方释放的 听到这个消息 程雅丽就急了 人是好不容易抓到的 怎么就这么轻易的给放掉的呢 而且一旦放掉 再抓可就难了 于是他再次向上级申请 最后局领导问程雅丽 有多少的把握 可以将人秘密的带回国 程雅丽则拍着胸脯说 百分之二百的把握 8月31日 公安部铁道部与外交部紧急磋商 决定此事 不通知俄国警方 而是由程雅丽率领抓捕小组 乘四次国际列车 将这三名要犯秘密压戒回国 为了不引起外交麻烦 三个犯罪嫌疑人 不能戴手铐 也不能限制说话 为了顺利的让他们回国 归案 抓捕小组费了不少的心思 程雅丽 托人从北京带来了六香啤酒 然后打电话 给本来就认识的莫斯科警察 说是要送给他们的礼物 但是要麻烦他们来站台上取一下 和莫斯科警察朋友合影的时候 程雅丽让人拉开了窗帘 故意让苗炳林他们都看得到 暗示他们这是一个官方的行为 为防万一 程雅丽还提前让人做通了苗炳林妻子的工作 让他往俄罗斯的朋友那里发了一封电报 说苗炳林有精神病 拜托哥几个把苗炳林给带回去 如果苗炳林在火车站大喊大闹 引起警方的注意 程雅丽就会把这封信给拿出来 当列车终于驶入了满洲礼站 在深秋的夜里 早已经等候在此的江湛林带领公安民警们 来迎接勇士们的胜利归来 8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 给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的部长 叶林写信表示感谢 希望两国警方继续加强合作 将藏匿在俄罗斯境内的 其他再逃犯罪嫌疑人 击捕归案 并尽快引渡 已经被俄国警方所抓获的 朱星金等主犯 1993年圣诞之夜 30余名全副武装的民警 登上了93次国际列车的加挂车厢 列车悄然驶离北京北战 向着白雪覆盖的满洲里国门 击齿而去 他们的使命是 代表中国警方与俄罗斯警方 携手完成一次秘密的跨国引渡 将在俄罗斯境内 被中俄警方联手抓获的赵金华 牛顿等一批无恶不作的歹徒 引渡回中国 接受审判 1994年4月 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开庭审理了 轰动一时的中俄国际列车打击案 以牛顿 苗炳林 赵金华 朱兴金为首的劫匪 其罪行令人发指 记录他们滔天罪行的案卷 足有数米高 长达一百多页的起诉书 滋滋带血 生生含泪 经过审理 有60多名被告被判刑 其中31人被判处 无期徒刑以上刑法 含死刑 14人被判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团伙头目 牛顿 苗炳林 赵金华 朱兴金等 均被判处死刑 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罪犯被押赴刑场 执行死刑 一阵枪声过后 这些罪恶的声明 永远的消失了 但是 他们曾经犯下的累累罪行 给当时K3列车上的人们 造成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发生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上人都在宣传 下来的事 转发生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刑期间